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年 到特战兼兵甘泉县市革命老区 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在此发表过著名的雪地讲话 李宝宝的爷爷也是参加过闪甘宁边区自卫武装的老革命 之所以给他取名李宝宝 就是寄予着宝国宝家的期望 从小听着革命故事长大 崇拜军人 向往军营的朴素情怀 像一颗种子埋在了李宝宝心里 从此扎下了根 2010年12月 刚满意 八岁的李宝宝报名参军 刚到部队时 在新兵思想调查入武动机一览 李宝宝写道 当兵不图啥 只想为国做点啥 李宝宝的天资并不是很好 身子薄 底子差 尽管匹勒密的练军是 练体能 但依然素质平平 李宝宝心里明白 想当好一个兵 一个特种兵 距离还很遥远 需要他跑步前进 李宝宝参与战术协同演练 赵磊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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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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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